近日,因全国台联邀请,来自美东地区的台湾乡亲参访团开启为期18天的文化之旅 该参访团由27名成员组成,将先后前往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北京等地 参访古城古都、博物馆、文化遗址等 参访首站,他们来到河南安阳,以英虚、甲骨文等为主线 探寻3000年前英商王朝的兴衰,以及中国文字起源、青铜器手工业发展等 林立明是参访团中唯一此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成员 无论是在古刹明寺,还是参观自然景观 他都比其他成员问得详细 这都是第一次看河南的文化,还有人民的生活 都很富裕,很舒服 陈永茂,祖籍浙江,是此次参访团的副团长,也是此行中访问大陆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在洛阳客家之园纪念馆,作为客家人的陈永茂,对客从哪里来,洛阳大古关的说法,产生浓厚兴趣 看到这个客家馆,很惊讶 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客家馆,但没有这么雄武 台湾有很多很多客家人 这次跑一趟洛阳才知道,所有都是从这里迁移过去 这个历史奄奄真好,你们这个馆饭能好 在河南参访的六天时间,参访团成员对各地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大加赞赏 我一直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字就是很古 所有的东西都是古,古色古生的 结果我们也想到河南其实也非常非常地进步 有很多地方,所以我们想象到现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河南段参访结束后,他们继续前往陕西、山西、北京等地 浓厚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元素贯穿参访全城 让各位台湾乡亲经历一段难忘的寻根圆梦文化之旅 传承的文艺第二代,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以身为重啊 我们主要为自己的骄傲